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纪太大的话 你去有时候怕跑都跑不动 所以主要是想要做一些别的事情 陪老婆旅行什么的 对啊对啊 就是先退休 然后再休息 然后再去旅行 要家里面整一下 这样子 就应该是享受人生的时候 享受人生 而且呢 之后可能是做一些志工那方面的东西 因为我在两年前 就去洛杉矶那边就参加了一个那种叫研讨会 对 那就认识到一个我们在台湾的一个传媒的一个也是非常资深 一讲他的名字 大概台湾的都晓得他是谁 谁 他也是 不讲了 特别是也是从我一样 就是从记者开始做 然后后来是做到报社也是社长 做到电视台的台长 然后做到整个传媒机构的一个 最多大老板以外 他是等于说第二名 就是打工的啦 反正就是一个打工皇帝 那他也是跟我讲 这个受他影响很大 就是他说 其实他55岁就退休了 那他说 退休以后啊 其实你是第二个事业的开始 第二个事业呢 不是真的可能是赚钱的事业 是你自己心灵上面的事业 是你做回馈社会的事业 为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去做事的事业 真正想做的事情 对 所以我的自己退休之后 我的那个叫愿望 英文叫bucket list 很长啊 清单很长 清单很长 现在目前推了一个月左右 还没有开始做那个清单 还没做到上面的啊 对啊 还没开始做清单的 这清单很长 所以应该还有很多事要做 所以感觉还有很多事要做 对对对 可是你在星岛33年 之前是在香港立的电视 也就是后来的雅士 对 一开始当电视编导 对 做助理嘛 然后拍的像什么 大侠霍云甲这种 对 大侠霍云甲啊 陈真啊 马永真啊 我都不会打工夫 都好有名哦 我都不会打工夫 就拍那些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打工夫的场面是 武修指导在拍的 所以我是拍那些其他的文藏啊 你是拍太恋爱的是不是 都有都有都有 然后那个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你以前的照片 还有跟郑文雅啊这些 ok 一起合照 对对对对 那个叫再会太平山 也是一个等于说 一九三几四几年的时候香港嘛 嗯 那个时候是拍了太平 玉学太平山之后再拍一个 是欢迎来 所以再拍一个叫再会太平山 是 金文雅就是那个时候香港小姐嘛 港姐 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Tim也真的是年轻潇洒 我们看一段影片好不好 好 看看当年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一号 当年还是小鲜肉的Tim加入了 星岛日报美西版的采访部 当时的报纸指出一叠 为了庆祝总社成立五十周年 一九八九年 请来香港话剧团到三藩市 在赫斯特戏院演出剧目花进高楼 由港星冯宝宝单纲主演Tim负责全力统筹 四场演出长长满座 一九九一年的五月份 Tim接任的星岛社长职位 领导团队更新改革 星岛日报进入新的一页 接下来时间来到了一九九六年 当年更是重要的一年 星岛中文电台成立了 粤语台首先开播 隔年国语台紧接载后 为湾区听众带来有高品质的 新闻及丰富的娱乐节目 来点掌声吧 哇 这只是其中一段吧 原来很长的 其实这段我都不晓得会拿来放的 因为这个是我毕业典礼的时候 毕业典礼的时候 毕业典礼的时候 我们的同事帮我做的 然后大家高兴看一下 回忆一下这个三十几年的那个生涯嘛 是 你看当年是不是年轻潇洒 现在也是了 没有没有 只是当年其实也可以当明星啊 不不 如果您出道的话 留的话就没混了 那根本不可能 你看我机会很大 其实那个时候我做助理导演 对不对 然后也做编导导演 没有人叫我做目前 是吗 有帮目前的时候呢 就是我在念书的时候 甚至是我在做production assistant 就是助理编导的时候 我的目前是在 就我们叫care fair 就是 就路人甲 路人甲的那个 对就是路人甲 在这边过过镜头啊 人不够啊 城镇啊 这样子我做出镜就有 真的没有人跟我讲说 你要做目前 是哦 不过幕后呢 做了到现在 其实关区33年 之前在香港6年 也快40年 都在媒体 对对 都是媒体 是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对等一下就好好聊聊 这些年的媒体生涯 稍会见 他曾经是湾区最年轻 也是在位最久的华文媒体总裁 我们今天专访的呢 就是现在是星岛总顾问 刘士田先生 虽然毕业了 但是总社不放人 还是要给你一个荣誉值 对对对对 总顾问 所以还是会给这个 新任的社长啊 新任的同仁 这些一些建议吗 绝对会 绝对会 毕竟这么多年的经历 没人比得上 所以我说 我今天的title是这个 湾区媒体的传奇 真的是传奇人物耶 因为你缔造了很多历史啊 当年是最年轻的社长吗 当年可能是 应该是 应该是 也是应该是吧 在湾区绝对是啊 对 对 三十三四岁 就当身 身任社长 嗯 就是进入星岛 大概六七年的时候 对 一开始就计决嘛 一开始就计决嘛 一开始就计决 然后慢慢就转行政 之后就是 刚好 我的前任的那个 总经理 身体 比较差 所以就后来就变成 总社就派我去接管 接住 嗯 然后 应该也是在位最久的 对啊 二十六年了 因为我以前看到 比如说在湾区的社长 我都看到他 等于退休嘛 不过他后来就去了洛杉矶 就算他去洛杉矶之后退休 我那个时候就会感觉 哎呀我应该做不了那么久嘛 结果 比他还久 比他还久 因为我已经做二十六年 嗯 其实真的创造很多记录 而且呢 这个是您第二份工作而已 对 就之前在立的电视 然后后来来美国 对 留学 然后就在星岛 我真的没有想到说 一直忠心不二 没有人找 哈哈 没办法跳槽 是啊 不像你啊 有人找 有人找 有人找才行 有人找过 可是最后还是决定要留在星岛 留在星岛 嗯 所以这应该也是一个传奇 有多少人能够一升值 有两份工作 一份都有啊 哈哈哈 自己做老板就是了 对 对对对对 所以真的创造了很多记录啦 而且呢 像你这在星岛33年 或者是 其实我们认识也有 二十年了 有了 有了 刚刚讲就是有二十年了 对 所以真的是很长的一段媒体生涯 所以讲到湾区的 尤其是华人的媒体 一定是任何事情 您都应该说是专家了 呃 应该我都经过吧 都经历过 都经历过吧 对没有人比你更了解 对啊 从那个 比如说湾区有 九份十份的预报啊 现在就变成是三份 哦 全镇时期有这么多啊 九份十份的 预报啊 那 呃 电视台也是 之前也有很多过 呃 是租时间 不同时段的那个电视台 那现在也是变成大概三个主要的 有两个是可能是宗教的 嗯 当然二十六台是最大的了 那绝对是 新岛也是最大的 哈哈哈 互相吹捧一下 那 新岛是电台跟报纸最大的 哈哈哈 那 电台那边也很多 电台那边就是 呃 之前也是一直租台嘛 嗯 那所以也有十几个 啊 到目前为止 呃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啊 在84年的时候 弯曲大概只有四五个电台 嗯 也是租十段的 那后来 因为那些主流的电台开放出来 诶 反而到现在论到有十多个 嗯 十多个不同时段 不同电台 是 来做解释 对 嗯 不过新岛在这一边真的是 但是在您的领导之下 啊 有很多的创举 您自己回忆起来 我们刚刚一起也看到一些 这个照片 看到新岛的同仁 然后还有您带领之下 要做的一些事情 嗯 你自己回想起来 问你一些知最的问题吧 那 譬如说最难忘的画面是什么 最难忘其实我们在新岛那边就是 新岛一直都围困社会嘛 嗯 所以我们都会 呃 譬如说最典型的 好几个那些 南亚啊 呃 Katrina啊 921大地震啊 这些我们都会筹款 嗯 那最大的筹款就是 文川大地震 嗯 那也是令我最难忘的 那一次呢 呃 我们会看到 呃 湾区的侨胞 他会去我们 呃 这个 China town 那边去排队来捐钱 嗯 我们的office啊 我们的办事处里面 呃 然后看到很多是年纪很大的 呃 嗯 他们捐的钱不是很多 啊 可能是十块 二十块 啊 不是一些大机构 或者说大侨团 他们一捐可能 大家已经 集合起来 一万两万 那一次我们 就是 真的就看到那些 而且他们 大概都是在China town 那边 我们叫住闪 闪房的人 嗯 就是老人家 没什么钱 呃 生活其实很明显 因为China town 其实在旧金山 是最贫穷的那个地方嘛 是 贫穷山以下的 那他们愿意出来捐 嗯 那一次呢 我们统计后来 啊 这是在整个名单里面 我们有一万 两千个人捐 捐钱 哇 然后那一次是捐了 在旧金山而已 就是捐了两百 两百二十万美金 嗯哼 哇 真的是很惊人的神经 很惊人的那个 所以 那个时候看到他们来 真的心里面很感动 是 所以就觉得说做媒体 也是很rewarding 这个时候 很有那个我们社会责任感 社会责任感 很这样子的 很感谢读者听众 都来 大家的支持 是 那另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 知罪的问题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同时呢 嗯 现场电话也开始响咯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是有什么话想对听说 18006166220 好我们稍后见 好的 我们今天访问的呢 是前星岛日报的社长 也是美希的总裁 那么现在是美希总顾问 那么刚刚聊到了媒体生涯 三四十年来的一些 比较难忘的回忆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先来接通电话 也是很特别的电话 哦 来自我们前主持人 哦 Jerry你好 哈啰 社长好 佳玉好 各位所有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啊 好久不见我是海湘 海湘你好 是有话跟Tim说吗 社长在营光幕上还是很帅 很帅 比刘德华还要帅 你听不到吗 哦 我们现场听不到 我转述好了 他说社长还是很帅 比刘德华还帅 比我还在拍马屁 拍马屁 对对 怎么样 在这个社长的领导之下 这么多年 从一只这个初出社会的小鸟 变成了老一了现在 没有 我是从小鲜肉 变成老辣肉 老辣 有什么话要对社长说吗 没有没有 谢谢 真的谢谢社长 刚刚社长讲说 刚开台的时候 这个很有眼光 选择郑嘉瑜 对 对 然后后来在中国 在十几年后呢 也很有眼光 也雇用了我这样子 谢谢社长的摘帝 一直眼光都这么好 绝对对对 我们都是 新岛都是 请的都是人才 而且都俊南美女 对对对对 我们美女就多 俊南现在只有我一个 现在只有你啊 好 所以你也很感谢社长 对对 感谢社长12年来 给我这些机会 真的非常感谢他的摘帝 所以Jaren在你的领导之下 他也工作了十二年了 对啊一转眼了 一转眼就十二年了 真的很快 所以他主要是打电话来 恭喜你了 谢谢谢谢 我也恭喜Jaren Jaren好像也要升官了 对吧 对对听说 我也听说 已经宣布了吗 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 好啦 谢谢你打电话进来 下次有机会再上节目 谢谢 其实之前新岛跟26台 也有很好的合作关系 像我们有话要说 之前叫做今夜有话要说 就曾经跟新岛合作了好几年 对 那那个时候就是 谢谢你的推荐嘛 然后 所以跟新岛跟26台合作 我们就那个时候就派出诸生嘛 那诸生之后了就是海翔了 所以他们都很好 非常学到非常的多东西 因为随了广播以外 也学到电视的制作啊 然后当然 电视的知名度 那个打出来 别人一去就应得了嘛 我看去看你大概去吃饭 都不用付钱 还是要还是要 可能会送个小笼包 醋油饼之类的 那等一下去拿吃饭 对对对 试验一下 刚刚聊到这个 湾区的媒体生涯 除了这个很难忘的一些 很感动的事情 有没有遇过 比较困难的挑战 困难挑战就是 还是湾区 尤其是那个地区很小 地方很小 人也不多 那没有错 大概那个时候 三十十万的中国人 那个小饼 在整个美国来讲呢 究竟算是最小的一个饼 因为在中国人口来讲 其实是最小 虽然人口普查是最多的 那可是在这个小饼里面呢 其实你刚才也讲了 电台电视报纸杂志 很多要分这个type 那最困难的时候 大概就是真的是2004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香港有一个叫明报 它也过来 那香港明报跟新岛在香港本身的一个风格 跟这个采访新闻那个都很像 很像 就是很像 所以那个时候竞争最大就是 因为它最有机会 抢我们这个市场 那那个时候总是就很 很愿意 听我们就建议说 那就买了那个金山时报 因为金山时报是一份老牌的报纸 可是它发行量不算很大 成本不会很高 那我们就买了它 然后就 当要很便宜价钱的时候 客户要便宜 那我们就会推荐这个金山时报 而且我们是小的 大概时候那个明报 可能就会跟我们在广告上面 在订户 什么报纸上面打那个价格证 价格证 然后 所以我们买了这个以后 我们基本上 星岛是稳站在那边 就完全什么都不改 价钱也好 报费也好 什么都没有改 那就 最后他们大概做了四年 就是在那个金融风暴之前 他们就 就收兵了 撤退了 撤退 所以您打了漂亮的一仗 还可以 还可以 那这也是你最好的成绩 最自豪的成绩吗 还是还有其他的 这个其实也算一个 当然就是说 在整个星岛里面 最自豪的是 我一般同事 一般我们在整个很努力的 为我们星岛拼搏的 然后做很多社区活动的 很有竞争力的团队 对 是 这边呢我们可以稍微 再休息一下 继续聊 同时我们还有一通电话 稍后回来 就来接电话 稍后见 欢迎继续回到现场 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 或是还有什么话想跟听说的 一八零零六一六六二零 我们再来接一通电话 这感觉也是熟人 你好 你好 社长好 我是汤玲 汤玲 你好你好 你们今天都不用上班哦 家里好 我们都在办公室 很捧场哦 然后知道了社长 知道了社长要上电视 然后我们就赶快透过电视 然后来看今天的节目 然后刚刚听到海翔讲话了 那我也不 我也不得不讲两句话 想在社长说什么 你跟社长共事多久 超过12年吗 有有有 超过12年 好 你迎接人了 我是2001年的 1月7号进来的 金电台的 是 所以到现在有差不多 中间有陆陆续续老 跟嘉宇一样 离开再进来 离开再进来 三进三出吗 对啊 社长我有一个非常想问您的问题 我可以问吗 你问吧快 时间有限 赶快 那社长说OK才可以哦 啊 我说OK 他说OK嘛 我是主持人 这很怕我问出不该问的问题 我想问 我想问社长 听说社长现在都睡到自然醒 对不对 绝对是啊 对啊 这个什么 以前不是吗 以前不是啊 以前我7点就要 这个床头的那个闹钟呢 就调好是听国语台开台 是 那现在来讲 我已经关掉那个alarm 反正有什么问题呢 马上第一个电话是接到 就是Tim打来 因此呢 有因此呢 像我要赶快问了 也因此呢 我觉得您睡到自然醒太可惜了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如果有人要再挖民去经营别的电台 你会去吗 还蛮尖锐的耶 好 唐姐 谢谢你啊 我们时间的关系先挂了 好好回答 不去 如果别的电台挖民 不去 我现在是新岛 可能33年了嘛 对不对 也是新岛的总顾问嘛 那不会去的 好 哇 谢谢这些前员工 不是前员工 以前的 就您刚刚讲的 很有竞争力的团队喔 对 都很忠心 都很帮忙 大家 我也讲 就是说 我们在做传媒的员工啊 报纸也好 电台也好 甚至我们那个网络电视也好 真的 你说部位生活是假的 对不对 可是我们在这个生活的条件上面啊 就是说在员工上面 我们因为是小小的 小数民族的电台报纸 那个收入跟整个开支也蛮大的 所以不能够给一个很好的员工 不能够像 尤其是在湾区里面啊 这很多高科技的 对不对 一高科技一出来就十万以上 叫你跳槽 那他们都跳 我们很理解 也很 也很忠心地祝福他们 所以 其实 我们的很多员工都是为兴趣做的 嗯 做这个事业啊 传媒事业 是为了兴趣 理想 理想 也为了经验 所以很多我们也有些记者也好 其他部门都好 他们大概 做了几年有经验以后 我们新岛很出名的 在香港跟在这里也是叫少林寺 去年很多传媒的人 要去不同的电台 电视 或者说 或是其他的行业 对 就是说政府部门也有 那这个我们也非常祝福他们 那您觉得最自豪的还有什么 特别想要提到的吗 最自豪就是 我感觉我们整个团队一起 那么多年的打拼 还是有些成绩 起码对我们自己来讲 我们自认为有一点点的成绩 那 干嘛这么谦虚 像那个市长Mayor 这个Ed Lee 都还宣布6月21号 就你退休第二天 退休当天 6月20号 退休当天 是这个 Team Wow Day 对啊 这个谢谢 这个对 表彰你对传媒的贡献 谢谢 谢谢 因为还是 尽自己对最大的努力 那你有后悔过什么吗 嗯 后悔过 大概就是刚才亚健讲嘛 对不对 你可能也后悔过 你为什么不会台湾发展 对不对 那我也可能后悔过 为什么 那个时候 不回小港 继续拍霍元甲 对 那个时候不是霍元甲了 之后已经叫成真了嘛 最后还有一集叫佛东阁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没有拍 那当然我本身是在美国念电视的 所以电影的 所以 其实那个时候就想说 在身做这个职位之前 其实我已经在筹备一部 在美国拍的独立电影 是星岛投资的 嗯 那个结果接管了这个之后呢 我想说大概两三年之后吧 做两三年 做完以后差不多就去了 那结果是这个两三年变化很大 而且也感觉很有情召感 就这样那个整个 project 就搁置下来了 停下来了 那巴克列现在简单一点 就谢谢我的那个星岛电视的同事 他建议说大电影你拍不了 拍微电影吧 是 哇 那很期待哦 那自己找个看就可以拍了 对不对 需要路人甲的话跟我说了 好 怎么改 金主女主角 女主角 你说的 好啦 非常谢谢观伙今天收看 也祝福听 希望你这个越过越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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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